今集由清源囚賓州四條教理 有兩個話題 第一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這次見習近平開首腦會議 那次發動天下為宗宗宗宗宗宗 宗里老美宗宗宗 第二個話題是跟習大大有關 習近平要面戳杜魯多 戳杜魯多 戳杜魯多 你老豆 以前拆我們鞋子 你現在這樣有什麼搞錯 加拿大不是靠我的強國人移民 你就浪費氣了 噴到他臉皮 為什麼呢 因為解救做那麼多事又被人拍了 來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見習近平 那時候發動天下為宗 今天APEX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會舉行 那些什麼尼家超出說好香港故事 惹你傻了 你真的去到就拍車仔 不如不要說他了 就是APEX開會 今天開會 一年兩日 一如就是 G20峰會 這一點正式的會不會太多人理會 通常只有給你一個場地 反而是同場加演的雙邊首腦會議 就備受注目 世界觸目 好像G20峰會的 習拜會 習近平和拜登的會面 還有現在APEX峰會的 集案會 即是中日的首腦會議 習近平和岸田文雄 那就 厲害了 兩個場都兩個不同的 很重要的 會面 一個當然就是世界兩強 美國和中國 另一個就是亞洲兩強 就是中國和日本 就是這樣的 根據日本傳媒放風就說 岸田文雄應該會在今天和習近平 開首腦會議 而我拍這條片的時候 應該都還沒有開的 不知道出街的時候怎麼樣 因為我是錄播的 那就出街來 可能也要兩點多三點 那就不知道了 那就 預料當然會談台灣問題 朝鮮問題 東海問題 東海問題 你幹嘛搞台灣 你圍台灣 你圍圍 你圍圍 有幾支導彈過來 日本專屬經濟區 搞什麼 當然 偉大草國一定會說 你什麼經濟專屬區 自古以來都是我的地方 就是那種 不過 過癮的地方不是這裡 過癮的地方就是 在集案會 舉行的前夕 就是 岸田文雄 就已經出招了 PREEMPTION 玩我 玩你先 玩你不起嗎 就在之前的東盟封會 就是東盟十國封會那裏 就發動 一個大行動就是 天下為宗 大行動 大道之行 天下為宗 真是厲害 話說四天前 即11月13日 岸田文雄 就在東盟封會那裏 就直接點名批評 中國強化霸權主義 他說中國持續 而且強化 在東海侵害日本主權的活動 嘩 這樣不行的 就這樣說得明白 不止這樣 岸田文雄 還就著台灣問題 公開表態說什麼呢 他說台灣海後的和平和穩定 亦都是直接關係到 地區安全保障的重要問題 岸田文雄這樣說 可以說是 呼應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被人堆壞了 之前說的一個很重要的論調 就是 台灣有事 即是日本有事 這個論調 完全合邏輯 你聽完就知道 岸田文雄中 日本人應該是有正式的邏輯 不同的中國邏輯 中國邏輯就是強盜邏輯 不用說了 岸田文雄中說 在包含亞洲的任何區域 都不允許 憑借武力去改變現狀 他還說 基於法治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 是不可或缺的 岸田文雄說這些 真是連龍都聽得出 事實上是衝著中共而來 甚至衝著習總而來 即是功肯起了 你做第三項總司機那種 我還不懂了你書記嗎 唉 輸了幾尾 事實上 岸田文雄在東盟峰會期間 和多國東南亞國家的首腦 舉行雙邊會議 被視為拉攏東盟十國 去聯合主義 天下為宗 厲害了 而岸田文雄更加發揮 日本人的務實作風 即是束束縛不會四為磨 是嗎 尚金先為格外留神 科水給你知 就應承向東盟 援助21億美金 大約160億港元 不要說那麼多 拿去洗錢 即是那種嘛 有見面禮的 他還說將會在 明年十二月 就召開日本東盟的什麼呢 東京特別風活 厲害了 即是我做主場 我做東道主 即是一於不管你中共 賣起你中共 飛起你 一於東南亞的武林盟主的姿態 就是吹雞應對中國的威脅 岸田文雄這麼狠容 甚至可以說這麼狠沙撲 可以說一為神功 二為弟子 即是既是為了美帝 成功 亦是為了弟子 亦是為了日本製 廣大的日本子民 所以知道 東盟十國 最沈注目的問題 是否就是 南海問題 而對日本來說 他們整個邏輯 很合邏輯 記住那些是普世邏輯 中國的叫做強盜邏輯 整個邏輯可以是這樣說的 就是什麼呢 塞南海 塞台海 塞台海 塞東海 塞東海 日本輸到九彩 就是這樣 說一次 塞南海 塞台海 塞台海 塞東海 塞東海 日本輸到九彩 奶油很簡單 南海固然佔了全球四成的海上運輸 全世界的海上運輸 四成是要通過南海 而更加重要是對日本來說 日本九成九的貨運都是海運 無論輸出的東西就是進來的東西 日本天然資源都很少 尤其沒有石油 很嚴重的 所以都是要靠海運 去運輸的東西固然是 你說死不死 九成九 如果日本沒有了南海 可以說是玩能源 一路連帶沒有了台海 沒有了東海 試問怎麼可能不緊張 很簡單 而且日本是海權國家 你不用想 更何況南海一塞 台海肯定危危伏 而台灣一塞 釣魚台和沖繩都很有可能被中共侵褫 那個理由當然就是 自古以來都是中共的領土 中國的領土 沖繩是嗎 這麼多 這麼久都是做個富 所謂富庸國 朝貢國 不是正式被你管過的 對不對 總之怎麼說都好 這個推演就是 認了安倍那個 台灣人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東西 對不對 至於日本為美帝校犬馬之勞 固然是想重奪亞洲盟主這個寶座 在2010年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 就被中共拿了 但是不只是這樣的 我有很多軟實力 有本漫畫 有本動畫 有公其進 有很多東西 尿三明 怎麼到你來啊 拿回 正式 但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 跟美帝在一起 合力去阻止中共成為真正的超級核子強國 這個很重要 在戰略上 在大旗盤上很重要 簡單來說 要成為超級核子強國要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要擁有核潛艇 第二個就是要擁有由海底發射出來的導彈能力 就是由潛艇發射出來導彈的能力 第三個就是要擁有很狠心的海域 這樣才行 這三個條件美國和俄羅斯都有 所以他們兩個國家都可以說是真正的超級核子強國 不只是核子彈夠多 因為你被人知道核彈在哪裡 很容易被人攻擊到 為什麼要在陸地上有些火車走來走去 不過我們火車也有火車軌 最厲害的是核子潛艇 因為它可以攜帶核彈 你在深海裡 一二千公尺的深海裡根本不知道要去哪裡 塞機無塵在你旁邊左右 射出來你真是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美國和俄羅斯都有 你真是找不到 但是中共呢 是有核潛艇 是有可以在海底發射的導彈 可以發射到一些核彈出來的 但是三缺一呢 就是沒有了第三個條件 沒有了一個很深的海域 如果看回地圖彈出來 中國可以擁有海域 陀海也沒有了 不用說了 你想在這裡搞東西也不行 也不夠深 東海有日本人在 然後只有黃海 黃海跑出來撥海 黃海 算是你的 黃海的水很淺 平均只有四十公尺 你放潛艇在這裡 高度也起碼十幾二十公尺 二三十公尺 起碼 那你怎麼搞呢 是不是 那麼大的潛艇 是不是 你部署的潛艇在這裡 真是連盲都看到的了 不用什麼雷達偵測 不用什麼東西的了 間諜衛星的了 就算被美帝 就算目測都測到一下 打沉你了 而南海就不同 南海的平均深度是有1000公尺 最深的地方有5000公尺 那麼厲害 中共的核潛艇在南海 就不容易被美帝發現 所以為什麼這麼重視南海呢 除了說有石油 除了說有其他原因之外呢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真正的強國 做超級核子大國嘛 核子強國嘛 於是中共就罔顧南海 是國際海域 這個事實 甚至有什麼海牙法庭說 你九段線是九嵗的斷線而已嘛 但是也不理會你 不理會你 你夾美帝和蝦啊 所以口口聲聲說 南海自古以來都是屬於中國的 你聽過名字就知道 南海全名是南中國海嘛 修復差拉斯 證明是我的啦 是不是這樣啊 印度洋是不是印度的呢 就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 真是大西洋是不是屬於大西的呢 是不是 太平洋是不是屬於太平 即是梳打餅的呢 就是這樣啊 不可以的啊 名字是一樣的 任由你去說啦 是不是 啊 真是 啊 啊 屬於他的邏輯就是這樣啦 強盜邏輯 那部署在海南島基地 海南島海軍基地呢 的中共核潛艇 不是可以 大模私樣地帶他出道 你又看不到我那就是個癮嘛 你說多好呢 是不是 那換句話說 如果日本仔在美帝撐腰底下 即是阻止中共將南海內海化 等於阻止中共成為超級核子強國 三決一嘛 你永遠 那日本不單止有機會做回亞洲武林盟署 美帝更加可以向中共表演 老臣絕忌 吸手傾 按住鈴 是不是說那麼多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現在去到不勇呢 岸田文雄 去到那麼盡呢 岸田文雄 一向他做外商的時候 都是給人感覺比較溫和的 現在去得盡 啊 你不要這樣看日本仔 他們想事呢 不是你這樣想的 是不是 都說人家是看推理小說大的 麻煩你用腦 燒一燒腦才行 好了 第二個話題 可能大家都比較關注的 比較娛樂化的嘛 就是習近平面戚杜魯多這件事 昨天 G20峰會出現了一個震驚西人的小雜局 真的是插人的 就是習總狂插杜魯多 話說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呢 前天就跟習總站在那裡交談了大約十分鐘 就很可憐 沒有得坐定定在那裡 沒有遇到跟他搞 手勞會議 唯有抓住他聊十分鐘啦 那麼習總也算給他面子 說來吧 年輕人 聊十分鐘你拍戲而已嘛 以前是戲子來的 和你做戲 期間呢 就 杜魯多呢 就對中國在加拿大的干預活動呢 就是間諜活動 諸如此類 是表達關切的 因為不對的 那麼昨天呢 習總呢 就在峰會的間隙那裡 在會場上 大家摸背底的時候 就一口一口一面 就了很多 都會洩漏對話的 那不是不對的 那麼諸如此類就差了 噢 那些洩漏對話給媒體 噢呀 這樣很多是 咦呀 這樣說 我們說 拇有自由開放的 這樣 但都說到很嚴重的 這樣 哎 Pa is 就是 不一樣的 還有在那裡頭 中米公公的 會撞頭 那不可以的 你比習近平的頭 不要這樣子啦 由於全程呢 都是被記者拍到的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習總是故意這樣做 要當眾樂道路當面 發揮殺雞儆猴的作用 以後有沒有亂來 諸如此類的 順便展示一下 千古一帝 展示一下千古一帝的霸氣 厲害 霸氣 為什麼會 毛澤東都說過 不可辜名學霸王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過很奇怪 流氓皇帝 現在變成西楚霸王 霸西楚霸王 小低看相關的新聞騙頓 雖然杜魯多 回應都說過 很明顯是被習總兇到 習總不是很亡人的 兇人都很有趣 不過這個人習慣了這樣 事關於習總 面左左走人之後 他真的被兇到 只有杜魯多一個人 站在那裡 什麼都不用做 然後呆了兩秒左右 拍到的 才好像毛主孤魂那樣 飄下飄下 一個人飄出會場 但是呢 連他的腳部和背部都穿在那裡 切絕底穿在那裡 被人看到 他真的蠻糟糕了 蠻糟糕了 真是蠻糟糕了 那個人三文七八 那怎麼辦呢 真是兇到他 不過小弟就認為 習總這種流氓皇帝的所作所為 你果然可以說是故意這樣做 但是也不排除是他作藝心勞日絕 以致心火城的表現 好嗎 而最佳作證 有經典先例的 就是2000年 時任當時的特首董建華上京述職 那整班記者呢 就搶著問江澤民問題 江澤民是最少奇奇的 其中呢 當時做著有線電視記者的張寶華 阿寶華呢 阿寶華呢 就一再追問江澤民 你是不是陰點董建華連任特首啊 那樣 最初江澤民都笑奇奇 但是你講到陰點呢 就突然間爛興他 江澤民就馬上紅都面了 對著N的視頻鏡頭 就是對記者 就當眾訓斥一眾香港記者 說他們 too simple sometimes are evil 就是這樣 好老實 高澤民 比這次習近平更加明顯知道 那天是photo call的時間 所有記者都按幾十秒拍著他 一定只有記者在場 比習近平更清楚 但是還是忍不住 要爆的 爆的 有失而有失大國風範 有失大國領袖風範 所以說 小大是絕對不排除 小大分析就是絕對不排除 習總呢 都有類似的心態 就是做大王做得霸王做得久 就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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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兇你不起嗎 你只是年輕人而已 鼻體重而已 就是說什麼呢 江澤民也好 習近平也好 都很有大老風範 不過說實話 這一種大老風範 應該叫做江湖大老風範 就對了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言不合 就整個煙灰翁 撐過來那一隻 是 說什麼 你說 你吹得我穿嗎 你舅舅打我 笨 我打不打得變屎餅 是不是 人來 打他 那樣子 你說多厲害 中國人搞到這樣 好了 今集的尤清源 囚賓周 四條教理呢 就先講到這裡了 那就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入 去繼續堅持的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 多謝了 拜拜